同样也是您不能不知道 我们要带大家来看到的是 台中市双十公车优惠改成市民限定 目前完成绑卡 还有助记人数已经突破了110万 却有人在台中地方社团发文说 要购买已经绑定好的市民免费双十公车卡 由于绑定的卡片上并没有身份辨识的相片 也有人质疑说是不是会被拿去盗用呢 对此市府就回应了将会不定期的稽查 稽查到一次平纯一年两次三年三次五年 并且依法韩宋法办 台中市双十公车优惠改成市民限定 要先来绑卡过三关 记得携带身份证和电子票证 然后零会填写资料 最后到承办窗口过卡后就算完成 包括公所护证事务所捷运站等 有95处地点办理 绑好的这张卡搭公车免费 10公里以上也只要10元真的很优惠 目前完成绑卡及助记人数已突破110万 没想到网路上竟然有人要收购 有人用不到打算卖吗合理价格收 要两张家人自用 马上有人转贴说原来这种东西也可能拿来卖 当然不OK啊 对啊就是这个是针对台中市民的 其实绑定了台中双十公车卡并没有照片 无法辨识身份 而乘客上下车刷卡也只是在几秒之间 如果真的给别人用是不是不会被发现 查到了以后会停权一年 第二次会停权三年第三次以上就停权五年 交通局说会不定期机查 而且被台中市民却使用市民独享之双十公车卡 逃避车资也已经处罚 诈欺得利罪 最终可以除有期徒刑五年 市府强调双十公车优惠对象是涉及台中市 六岁以上市民 市民的外籍配偶非涉及台中 但就读侠内大专院校以下各级学校的学生 这些人之外的民众来台中搭公车 就要乖乖照规定付车费 记者中部综合报道